似乎在那个政策上有个轻微扭转 特别刚才提过 科技股未来怎样呢 会不会放松监管呢 可以回答你的 你不需要听我说 你听粗重点讲 听阿爷讲 听中央他讲 为什么呢 其实在12月8日到10日 是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非常非常重要 提出三个就是三重的压力 需求不足 供应又不好 预期就下滑 所以政策上是稳中求进 而我们看到 正确现在开始很多政策落地 最重要是什么呢 关于反垄断 那个措施跟去年是完全不同的 你事后看回 去年就说要防止这个资本无罪扩张 说明是会收紧的 但现在来说 希望市场平稳过渡 它的措施上有改变的话 理论上 在2022年 关于反垄断的政策都落了地 反垄断法 数据安全化 个人讯息化 都落了地的话 大幅度再收紧 落了地就执行的了 但再收紧 我觉得就未必会 希望以6至12个月的角度来说 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所以大家的政策应该需要时间 慢慢消化得到的 既然说到科网股 不如顺势说完 今年也很弱 很多人都说 尤其是阿里 就是铁底 可能这两天见了低位 可能是 但永远事后才知道的 我只能够说 你从古籍去看 腾讯 阿里 都不是贵的 但什么时候见底和什么时候升呢 真是掌握不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第一 我偏向是保守的 如果你 第一 你是可以不入市住的 等于我打拳一样 对手很厉害 不断攻击你 你就先防守住 不用跟他拱离 到他累的时间 市况利于我 我才出招的 所以暂时 在市况比较不明朗的话 我觉得 停一停 等一等 想一想 是可以 不用每天都去 除非 你是一个很专业的 全职投资者 否则 你专注一下 家人 专注一下工作 先 我觉得可以的 而你就算要买东西 我谈去买一些 收息东西 平稳东西 起码 你先拿到一个beta 市场上升的 你有货在手 理论上 是可以捕捉得到 就算市场下跌了 第一 你那些 应该会比较防守性高的 第二 你知道有息收的 你心理负担会较小一点 你现在买下去 你说不买 我有两柱 三柱 四柱 难道你445一柱 腾讯 四百三柱一柱 四百二十柱一柱 就算他不跌了 他拗住在这里 你心理负担都大了 你不知道 今天美股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明天升还是跌的 我觉得 我倾向在这一刻来说 如果要入市 就是 尽忽中求胜 好像中央所说的 我们尽忽求进 不要找一些 觉得低残股 因为以往经常都有一些 连美股那年跌最多 买它 下年应该就会反而 反而召转好一点 现在你给我这支歌 就是唱 我觉得是对的 不要说是对的 我觉得是有道理 但是刚才你的讲话里面都说了 是去年落后的股份 在明年会跑出来 是明年 就是以12个月的角度去 我觉得是 也就这么说了 如果你问我 举腾讯 如果大家消化了监管的阴霾 看了去年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知道在新常态 新的监管之下 原来腾讯赚钱 就是赚这么多的 再加上板号重新批发的话 我觉得腾讯会行的 所以你问我 12个月之后 腾讯的股价 应该希望预期 憧憬是会高于现在 但是在它升之前 会不会下420 410 或者希望没有了 400元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一年的角度 是应该会上升 但是先跌后升 而跌多少 和跌多久 这个我真的判断不了 所以你买一些落后的股份 如果你看12个月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每个投资者 都有这个投资期呢 我和太多投资者谈到的时候 现在它买那一刻是 但是你试试再跌两个月 就不安了 就不安了 肥胎 我记得你在这个10月30号 这个HKET 没有说过 就叫我买的 那你又说看12个月 所以当然了 市况会变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刚才所说的东西 是make sense的 但是真的以一个中长线 等于 我说广告很便宜 市盈率很便宜 市盈率很便宜 会有追落后 但是这个追落后 就未必会在下个星期 或者下个月出现